不过昨天香港也有大规模的拥护警察的示威 主办单位宣称有31万人参加 而上街民众希望能够守护香港 同时要求民主派早日停止抗议 香港民众21号再度大规模涌入 由民阵所号召的大游行 大批民众很快塞满两个球场 本来警方只批准游行到湾仔 不过因为参与人数众多 所以他们继续往金钟的方向前进 21号的集会越聚越多人 防暴警察已经在海富桥 郑总入口处驻守 除了要求特首下台的示威者外 香港也有一批支持警察的民众 在20号走上街头 防护安防 人民加油 人民加油 郑出来号称要守护香港的民众 高举着乱够了眉的看板 要求民主派早日停止抗议 还声称香港不能有暴民控制 我们现在是不止示威 我们是要告诉全港市民听 香港那些人暴徒不是代表我们的 我们要站出来 告诉全香港人听 全世界的人听 我们一定要守护香港 香港是文明理性的 大家都同意 暴力是令容忍的 20号的守护香港集会 主办单位声称 有31万人参加 不过港警认为 大约只有10万人参与这场示威 记者综合报导 våra坑也illo bol 让我们来自 Elvis 어줍 我们承看 浪 COMM 这 我们